不斷陷阱 条例不断 上周五蓝营卫组党产条例三读 立委排人肉墙抗议的同时 朝野协商同步进行 只是当大伙在谈判桌上拉锯 资深立委王津平却悄悄拿出这一张 标题是限职立委兼任海基会董事长延熙 内容写到宪法及相关法律均无明文禁止 立委兼海基会动作 王津平趁机拿给三四位党团干部过目 刻意释放消息 难道是下一步已经有谱 那时候是在要协商以前 大概很多人不了解 那我们就稍微看了一下 我想我们尊重王院长 看蔡英文总统 他跟对岸的关系 谈到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说两岸现在 其实是呈现在一个冰点的状况的话 其实谁去当董事长 我想他在职权上面都很难发挥 正值两岸关系冰冷期 海基会董事长难产 两个多月过去还没拍板 王津平原定八月初 要和苏嘉全等立委一同到日本参访 也因八月五号 海基会董监事会议 而临时取消行程 现在又抛出研锡资料 出任海基会董作 立委身份不受影响 排解先前 蓝营高层的顾虑 国民党党内人士透露 王津平和洪秀柱已经沟通过 两人有默契 而且也有潜力 2005年张俊雄接掌 海基会当时也是不分去立委 外传八月份海基会董作就出炉 是王津平还是呼声也不晓得 宋楚瑜 或者还有黑马 各自鸭子划水 就等蔡总统点头 记者薛水华稍微免 SNG小组台北报道 中天电视 全身制作强党大戏 美好年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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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